大家好,欢迎收看新一期的视频。 俗话说人不可貌相,其实不可貌相的不单单只有人,对于任何事物,我们都很难仅凭其外表而获得一个完整的正确的认识。 桥梁也是如此,在这个世界上有好些看起来漂亮稳固的豆腐渣工程,却仅仅是在普通程度的风力下便发生剧烈的摇晃,乃至于坍塌,同时也有一些表面看起来古怪危险的桥梁。 却年复一年地承载着众多车辆行人的安全通行。 在湖南洞口县陶津村境内,就有一座名叫陶津大桥的怪桥,通常情况下,桥梁的桥墩都是深深打入土地之中的,从地面上将整个桥身稳固地支撑起来。 这座大桥的桥墩却是悬在空中,看上去好像给桥面下方增加了许多不必要的压力,有一种随时都会把桥身拖垮地去向。 桥梁建成之初,甚至有不少人产生了这样的怀疑,修这座桥的人该不会是把图纸拿反了吧? 不过这种只凭视觉观感的怀疑,纯属外行人的指手画脚。 这座大桥的设计者吴奇英是一名出色的建筑工程师,是平西江大桥,石贝大桥等重要工程的设计师,绝不至于犯下修桥,还把图纸搞反的低端错误。 其实,陶金大桥属于茅上城市的悬带桥,其底部的桥墩不仅给桥身增加断裂的危险,反而有效地加强了桥身各部分之间的连接,大大提升了整座桥梁的稳固性。 如今,陶金大桥已经安全通车快30年了,尽管在这30年间,他没少因为外观而遭到人们的质疑,但却也30年如一日地,以安稳运行的实际成果证实着自身的安全性,打理了那些曾经质疑过他的人们。 正所谓桥不可冒想,一座桥梁是否合格,并不在于他的桥墩形状一定得长什么样,能够长期安稳地发挥好工人工车通行的职能,才是最为重要的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